子宫陷积症是什么病? 起演 妇科 妇主任医师 子宫陷积症呢 其实就是我们正常的子宫内膜 应该是背负在子宫腔的内膜面 它伴随着每一次 就是卵巢每个月的一个周期性的分泌 子宫内膜先是增生 然后出现了像分泌器转化以后 伴随着来月经 这个子宫内膜就伴随着 惊险预期排出来了 那如果说这个子宫内膜 生长在了子宫基壁里面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把它叫做子宫陷积症 那在子宫陷积症的病人来讲 它会经常出现一些不规则的 比如说月经周期缩短 经量增多 经期延长 也会有可能会出现 逐渐加重的一个痛经 这个是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 很多病人来了都说 就说月经痛经多少年 加重了多长时间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 那在它的发病的原因 可能跟一些比如说我们多次的流产 或者多次的生育 然后这种子宫内膜呢 通过这个受损伤的子宫基层 进入了子宫基层 然后进行进一步的生长 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 专家提示 一 子宫内膜长进肌壁里的情况 极为子宫陷积症 二 临床症状有月经周期缩短 经量增多 经期延长 痛经加重等 三 发病原因有多次流产 或者多次生育造成的子宫基层损伤 三 发病原因有多次流产